主料,水墨糯米粉400克,面粉,土料,红薯粉,墨茶粉,紫薯粉,白开水,白砂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准备用料,将糯米粉和白砂糖,放进盆中搅拌均匀,到近日,白开揉成软又湿度的面团,按自己喜欢分成三份,分别加入适量红薯粉,墨茶粉和紫薯粉揉均匀, 然后再醒10分钟,在饮面的过程中,把红豆沙按自己需要的用量分好,留圆,取适量面团用掌心揉搓成圆球形,用掌心压点再用纸度粘芒,这样便于棒线,把准备好的红豆线放进面皮里,用双手骨口卡住把口封好,再用双手掌心揉搓成圆形就好了,这是做好的,做锅加水,水开后, 下入汤圆,到汤圆浮上来就可以出锅了,这是做好的,烹饪技巧,因为是包汤圆,为了软糯米要火的,稍微软一点,一定要用热开水和面,红薯粉或茶粉和紫薯粉,可以用其他蔬菜水果汁,代替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